意大利威尼斯宣布 從二十五號開始 針對不過夜的一日有旅客 收取五歐元 大約一百七十四元新臺幣的進程費 如果不遵守的話 最高可以罰三百歐元 大概一萬多塊的罰款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以優美的環境 建築和藝術珍藏而聞名 因此在一九八七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 每年吸引約兩千五百萬 到三千萬名遊客造訪 但這對當地脆弱的生態系統 已經構成威脅 去年還差點被列入 冰為世界遺產名物中 為了管制爆量的旅客 維尼斯宣布 從四月二十五號開始 在春夏的旺季 將向不過夜的一日有旅客 索取五歐元 約一百七十四元 臺幣的進程費 將是全球首座限制人數 且收費的程式 如果違規 最多將面臨三百歐元 約一萬零四百一十七元 台幣的罰款 新規定上路後 一日有的旅客 必須先在網路上預訂 支付費用後 會獲得QR Code 參觀當天 要在特定檢查點入境 維尼斯的管制時間 在當地時間上午八點半 到下午四點之間 初期將實施 二十九天到七月中旬 市長布魯納羅表示 可以免費進程 維尼斯的包括十四歲以下兒童 入程工作 上學 探望家人 或是接受醫療者 以及出生在維尼斯和 維尼托地區的居民等 根據維尼斯的調查 有百分之八十的旅客 都是一日遊 他們往往很少消費 因此也無法帶動當地的經濟 目前維尼斯的居民約五萬人 過多的旅客 對他們來說是種負擔 除了過度擁擠 還對當地的生活方式 和文化造成影響 當地政府擔心 若維尼斯的居民人數持續下滑 這裡將不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 公視新聞 沈陸佩編譯